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按照下跌0.62% 四大分区两升两跌 二手市况淡静 九龙和新界有业主要连番减价 务求尽快沽出单位 市场预计下个星期将会有两个大型新盘开价 涉及超过1400伙 欢迎收看《日日有楼看》 我是吴楚盈 二手市况转谈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按照下跌 吴代理说市场多项负面因素仍有待抵消 预测下半年的楼价将会下行 楼价走势反复 市场的利淡因素增多 逐步在这个星期的楼价指数反映出来 由代理编制的二手楼价指数 再申报180.22% 按照下跌0.62% 重返6月中大约180的水平 这个月公布的指数会下跌多一层 很微的 就是由80到182的范围 就下跌到178到180之间 会在责幅上落 反映市场的理性预期 中小型单位指数和大型单位指数全面向下 分别按照下跌0.5%和1% 按地区划分 这个星期四大分区两升两跌 港都和九龙区分别按照下跌0.6%和1.5% 新界东就靠稳 新界西再升0.5% 两个星期累计升近1.9% 建近四个星期的高位 代理预期下半年楼价下行的风险比较大 需要等待疫情减退 经济复苏才可以抵消市场多项负面因素 无线电视李希同部导 近月二手市况 因为新盘和加息等因素变得淡静 业主担心卖不出单位 心急之下唯有连回减价 新盘主导楼市拖累二手交投 有心急求售的业主要一减再减 才可以沽出单位 以指标屋苑荔枝各美夫新村为例 今个月暂时录得7宗买卖 比起上个月同期回升 主要是因为市场减价盘员增加 其中二期白路回街35号中层私室 实用六博19尺 两房间隔 外望街景 业主在去年以830万放售 一直因应市况而调整叫价 近日减至740万才获出价恰救 最终由一名同区上车客 以720万承接 赤价近11630元 累积减价达到1成3 在元朗区同样录得业主多次减价沽货的个案 乔翠峰6座低层F室 面积580尺 两房间隔 望内圆景 业主今年1月叫价720万 到6月下调至700万 随后再多次减价 不最终以660万沽出 赤价近11380元 累计减价8% 造价在屋苑两房单位的今年最低 因为业主对于近期的气氛都比较淡 对前景都不一样 变成了连续减了两次的价钱去成交 近期一手都吸了很多客源 所以业主想尽快成交 都要在价钱方面有折扬 由6月中开始的议价空间 那时就大概2至3% 就去到6月底至7月头 那议价空间就扩大到3至4% 他又预计未来1至2个月 楼市仍然会由一手盘主导 二手交投仍然会淡静 我们转看一手 市场消息指 下个星期将会有两个大型新盘开价 涉及超过1400伙 分别是位于将军澳日出康城和屯门 新盘市场交投气氛回升 发展商纷纷加快推受步伐 两个大型新盘 计划在下个星期开价 合共提供超过1400伙 其中由顺志 加华和招商局置地 合作发展的将军澳日出康城 海帕风一 经过两轮销售 合共买出463伙 占项目总数近八成 同是第二期 已经获批如售楼花 发展商表示 计划在印内上载楼书 最快在下个星期开价 今个月内开售 项目合共提供644伙 主打一房和两房互营 占比接近九成 其中一房单位 面积介乎337至353平方尺 两房就由443平方尺至511平方尺 其余就是面积719平方尺的三房 以及特色单位 入伙日期是2024年12月 楼花期大约30个月 另一个大型新盘 由新地发展的屯门 ofoland 发展商亦都计划在下个星期开价 最快在今个月中开售 成为近年兆康区最大型的全新供应 项目第一期 合共有824伙 首批将会推出不少过165伙 包括开放式自三房互营 至于由佳宁那地产 和宏达控股合作发展的深水埗佳月 已经安排在星期日进行首轮开售 至今项目已经录得超压研究 项目首推50伙 属于开放式同一房户 面积由近200至289平方尺 计及最高6%的折扣 折扣价介乎近346万至587万多 折扣价近19500元 无线电视 李希同步道 我们转瞧 城规会通过赤柱幻角度 绿化地改建住宅 地皮位于赤柱居屋隆德远 和马亨公园旁边 去年获规划处建议 兴建超过600伙私人房屋 可见楼面大约48万呎 市场估值250亿 虽然收到15份申述反对 但城规会在星期五的会议表示 拒绝接纳这些反对意见 意味着有关的修订获得通过 预料下半年可以正式退出市场 赤柱石阵回来影社潮流 五参观南区一座海景阳房 间隔和保养是怎样的呢 回来节目时间 南区数码港地段矜贵 我们参观海景阳房 五间房的设计都富有特色 我们一起看看 南区数码港一带环境舒适 住宅地段矜贵 区内有大型屋苑 就是以高端豪宅作为卖点 贝沙湾的住客和业主 有大家熟悉的澳门的赌业大亨 国际级的香港超级的明星 还有外国领事都会选择租贝沙湾这边 贝沙湾的五期阳房 其实景观方面是特别开扬的 前排是无遮挡的无敌海景 还有永久海景 其实就是09年开盘的 业主在2012年买入 当年买回来的价钱是1亿5千万左右 那时候装修完之后 去到现在也是说用了10年左右 屋苑第五期 总共有29间洋房 上行式洋房不够一半 只有13间 参观单号上行洋房 实用面积大约3600尺 地下有私人车库 设计了假篇花、蛇灯 都订造了高薪储物柜 收纳量并不低 但是车库的装修已经不压力 内农空间大 超过500尺 可以拍到两部车 经过内置楼梯 来到一楼大厅 面积超过600尺 有落地大窗 非常光芒 采用云石地板 长生用料都互相呼应 除了用到云石之外 业主在大厅的位置 都订造了一些手轨特色墙子 看见手工是非常仔细的 低调的金色底色 配搭植物图案 望着上来并不浮夸 但就为这家屋 增添金贵的感觉 大厅情方形 没有阵位 相对容易放家私 客厅靠长有深色电视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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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花仿照 屋檐设计 木条纸配搭特色灯 令房间增添东南亚风情 木柜的用色和柜门格子图案 都配合房间的设计 落地大窗外望后花园的绿树植物 感觉就好像置身在外地的度假屋 房间对面有个大约150尺的套房 大幅度用上绿色 在一般家居设计当中并不常见 托门后有小型衣帽间 套翅和房间不同 以白色做主吊 特别之处是有两边的入口 在用的时候可以更具灵活性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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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看整个港岛西南区的位置 说是可以15分钟时间 去到中环的房子 其实不多 而且整个区 15年里的房子 也非常人质缺货 其实豪宅的业主 他们的holding power 是越来越强 所以暂时就未必会受到 资金外流和加息的影响 而减价 至于配套方面 阳房住户可以享用屋苑两个大型会所 总面积大约12万尺 设施包括红酒窖 水寮 泳池 健身室等等 至于日常所需 就可以前往数码港商场 那里有超市 便利店 餐厅等等 如果要去中环等商业核心区 开车需时大约15分钟 屋苑都有穿梭巴士往来上环 另有公共交通工具 去铜锣湾、北角等等 交通相对方便 搬新屋要装修 有廉旧的业主 就希望将旧屋的设计元素 应用到新屋那里 设计师会如何做呢 低调奢华感 光线充裕 用色温暖 单位住了一对年长的户主夫妇 比较念旧的他们丁足设计师 在装修新屋的时候 要沿用旧单位部分的设计元素 户主他们因为是我以前的老客户 所以他对我都很有信任 也很简单地说了一句 上次那间独立屋 其实做回那类风格 我就很满意了 所以这次帮他做的设计的时候 都是在他上一间屋那里 再变化一点点出来 无论颜色、容料、风格 都在那里有点点 拿回题材变化出来 唯独一个新点的题材 放在这间屋里的 玫瑰金钢、香檳金钢 有些石纹的质感 加上这些质素的时候 就变成了可以新构 融合在这间屋里呈现出来 户主希望新屋的设计 可以贯彻旧屋的华丽、优雅风格 除了运用钢材 Eric使用了长生的设计 提升单位的气氛 几乎整间屋 我们都全包裹了长生的做法 如果有feature wall的地方 当然就没问题了 但就算没有feature wall的地方 我们都会用一些墙子 有些明显的模型的墙子 有质感的墙子 尽量希望令到整间屋都琳琅满目 可以看到每一个角落 都有做过一些功夫下去的感觉 就变成了自然 令到个人进来的时候 就觉得这间屋真的好像 哇! 这次就用了一只 我们叫做法斯文的墙子 这种法斯文的墙子 顾名思义 其实都是有一些 像头发斯那样幼的 一些丝质的感觉的墙子 在表面上 这种墙子其实比较贴的时候 它的好处的特性 就是很难看到它的薄口 因为它做这种墙子的时候 就预设了你每一张 薄在一起的时候 花纹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所以大幅做了 就好像整幅墙都是一只墙子 虽然说护主希望新装修 都可以贯彻旧有单位的设计 不过在新屋里面的 弧形设计就是全新元素 户主喜欢圆形、流线形的图案 所以在买入单位的时候 原积的弧形窗 都成为加分位 Eric在全屋的位置 都应用了圆形、弧形图案 无论是客厅的假天花 房间的衣柜 厨房、厨房、升盘 还有饭厅的设计 都不是一般常见的方方正正 圆形餐桌和圆形假天花 互相呼应 饭厅我们用了白色的 云石纹的瓷砖 而在客厅那边 我们用了木的地板 所以这两个位置 分区的方法 都是有一条弧形的线条 将它们分开了 饭厅和客厅的区域 这些位置都是做了一些 枯形的手法 在一间屋里不断出现 一些弧形、圆形 这些线条 带出了整间屋的设计主题 单位实用面积大约1600尺 有三间房 这个尺数 对于户主两夫妇来说 是绰绰有余 但间隔上的不足 这房子就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需要Eric花点心思去改善 户主他们就比较喜欢光亮一点 因为年纪大了 老人家也喜欢光亮一点 所以我希望尽量做到 整间屋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可以光亮一点 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间屋其实客厅很大 其实厨房也不小 空间感本来就很好 但是间隔有点不足的地方 因为近住饭厅和厨房那边 光线比较暗一点 这间屋 原本大门口的开门 一进来就没用到这间位置的一幅墙 变成一幅墙幅长长又暗的走廊 我觉得入屋的时候 已经觉得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有一个大一点的动作 就是把这个走廊这幅墙拆掉 就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还可以加上一个椅子 令到这个厨房空间 一进屋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进入眼簾 然后感觉上这里闊落了 再加上特别加光了这个厨房的效果 就进屋的时候 就不会像之前那样 又暗又窄又屈质的感觉 不过设计开放式厨房的这个想法 起初都得不到户主夫妇的认同 起初就很不喜欢开放式厨房 但我很坚持这个设计 因为令到入屋的第一印象 舒服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拗了一轮后 她说 好吧,那你就做个半开放式厨房给我吧 所以我答应了她 就帮她做了一只烫门 现在就变成一个 开放式厨房 如果她真的需要炒菜的时候 就可以关起烫门 就变成一个安装厨房 大家一人行一步 就达成了这个共识 除此之外 在装修的过程中 也有些外来因素 并不是户主 或者装修公司一方所能控制 但Eric说 很幸运最终都可以完成任务 这里因为一个比较旧的屋苑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排污渠 或者水管 很多都老化得很重要 我们要去维修它 整好它 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师傅可以做得到 都要这里管业处的同事帮忙 楼上楼下又可以合作给我们去改动 或者更换渠管 这样才能做得到 这集先看到这里 时下有不少人都钟情復古风家师 怎样配襯才令家族望起上来 根据特色 这类家师的制作过程又有什么特别呢 请留意下星期家居自负 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